接下來會去到問答的環節 主持會向所有嘉賓問兩條問題 每條問題的轉答時間是一分半鐘 主持人逐問或者澄清問題的時間 並不會計算在內 在這個環節我們將會調轉發言次序 先由梁耀忠先生開始 再到梁耀忠先生如此類推 第一條問題就是 泛民在今屆的超區選舉協調失敗 面對最多五個議席 和上屆拿到三席的黃席 仍然是選擇派出六張的名單參選 假設泛民真的可以拿到全部五個議席 都至少是會有一張泛民名單落選 問題就是請問在座各位候選人 應聞應該是哪一張泛民名單落選 先請來Youtube議員回答 等一下會半鐘時間 我和她姐姐拍了 誰不支持 好的 我到底是誰我選的 但是有六個 我不可以說誰好誰不好 其實去世的一個不是我 是選民 選民是由自己判斷 理論誰是選人 提供自己的立場 態度小事作風等等 接受也不接受的 所以不是我判決誰應該當選 或者誰不應該當選的 這不是我決定的 我應該交給選民去決定 不然的話就不用選舉了 那如果你是選民呢 我選民 我就選我自己 你覺得哪一位議員不應該當選民 我喜歡這個 因為我投資了我不喜歡這個 所以我只要投給我自己 因為當年來我一直是為機場 勞工為了實踐水權益 而且也是在民主制度上 我都尊重地去爭取往事 所以我一定去支持我自己的 那一個違憾的地方就是 這次我們事實上是覺得很違憾的 因為我們法民主派呢 過去曾經拿三個議席 但是這次我跟他出來參加的話呢 令到我們坐二望三機會呢 真的不太大 那你進入這個誓 不過都好 我希望選民呢 支持我們 有一樣的 我們呢 最後結果 能夠補到三個議席 是我的選項來的 這個就是同樣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呢 在一個理想的 一個選舉證明的下面呢 還要補完這個三個議席的話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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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都想做到 主持這個理想目標 所以做到五席當選 就要靠大家出來投票 現在都五成幾投票率 但是如果有七成八成以上 我相信香港人可以創造奇蹟 剛才回應於是這個問題 就是這一張明三的說 我相信在這裏在座的位置 都是代表著不同的政治立場 街工相對近基層 我們身為主徒民是一個本土立場 港人優先的政黨 我們有公民黨一個代表的專業人士 和一些地區三著人經營的人士 亦都有文田一個新世代的出現 亦都有我們民學和政治混合的抗進 所以在這裏 這裏的話我會選擇陶俊新 因為陶俊新都做了20多年 當我們講到現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選擇 給我們一些新年代 尤其是你所說的 抗進主 韓啟凌他們的表現這麼好的時候 抗進主 韓啟凌他們的表現這麼好的時候 抗進主 韓啟凌他們的時間要完 多謝 多謝禮議員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之後有請 之後有請陳婉新議員同樣的問題 分半小時時間 否則就是 首先說回這裡 其實 我們法文開始 你看到很多張明蛋 公民黨和陳婉 都覺得有需要作一個初選 甚至我們公開的時候 是初選最適合 但很可惜 可否有些政黨朋友 就是不同意變了我們秘迫的就是一定要的一個叫做混戰 而我亦都說回呢 我自己很有信心我會當選 為什麼呢 就看回上一屆我們公民黨五區直屬呢 都有派我們的網友出來參選 那我們就拿到25萬票 那如果這25萬票 給公民黨的話 我覺得我們有機會當選啦 25萬票 第二就是上一屆都有 但是八萬張就白票或者是廢票啦 那這些也都有可能呢 因為上一屆我們公民黨五區出來選 那屆就你選公民黨陳遠芯啦 那也有部份的市民可以呼籲 多些投票 不要再投票啦 那投給公民黨 投給陳遠芯 那我認為呢就是 如果大家都能這樣的話 本人陳遠芯和公民黨呢 應該有機會是全部都當選啦 那至於我們這麼多位 就是選誰呢 其實我自己看呢就是 我們每一位黨友都是很努力 就算是去到現在是最後的回合 都是不斷這樣去拿選票 爭取市民的支持的 反而這個是究竟是誰是 不應該是 當選呢就交回那位同學 交回你是選民去決定 多謝 好 多謝陳議員 好 多謝大家主持 我們民協呢 第一個說出來協調 但是很可惜呢 去到最後我們協調不成 那在協調不成的情況下 沒有一個客觀原則去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作為一個爭取民主的人 我們不應該限制任何人來參選 去到今天呢 我都認為應該要鐵條 但是就是要我們六個人坐下來 鐵條出一個最強的組合 這樣才能夠抗擊到建制 那你心目中最強的組合是怎樣的 我們應該用回我們的初選那個機制 就是民體可能用民調 再加大家同學 其中原本跟民調的話 其實也沒有獨佈的 我們那個民調 又不跟港大那個混動民調的 還有我們以往呢 我們信民調的以往 不過根解呢 因為看到港大那個混動民調呢 是令到人真是跌眼鏡 是令到人對民調的信心呢 是跌了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一開始呼籲就說 不要相信民調 不要相信自己 你不相信港大民調 是不是因為這次你不認 不是 不相信是因為我看到 大家知道現在是正在行比例代表制 每個名單都會用盡 最大型眼法這個漏洞 但是我們的民調告訴我們 有很多張名單 第二位那個都能夠入閘 其實這件事就已經是一個不符合現實的 就是退場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說 這次的民調不可信 所以我還是說一句 就是各位選民是 要相信自己 相信 沒有換了三個月 二月 現在最後有請防二月 同樣都是 這條問題三個半小時 這條問題呢 給我們一個非常之大的條件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超區五席 沒有了你周浩鼎 沒有了你愛婷 沒有了王國希 我豬肉控制有什麼所謂呢 說一是五席都是泛民全取 我覺得 我今天要參選 無非都是那句 就是頂住一個 講明這次不會哭的周浩鼎 是因為大家看到 現在建制派是這個六聯議會 超區五席 是一個全港投票 如果五席來的當選 會不會是最好 但是老實說 大家知道的 現在的民調顯示 這些兩個禮拜 即是和周浩鼎不斷調位 一是他排第五 一是我就排第五 一是我排第五 一是我排第五 昨天他就排第五 也都簡單而言 如果要頂住周浩鼎 看來就只剩下這幾天時間 如果主持人的問題是問 喂 哪個輸啊 我都教我對 如果這裏 這次六張泛民名單 五張當選 令到全香港能夠拿到泛民的席位 頂住周浩鼎 頂住議制派 我鄺俊宇 死不足色 你明白嗎 一個議席教全家 我大哥 所以主持也好 真的沒有罪問 不過我都想各位說 各位 還有這個時間 我一定會努力 想盡我辦法頂住 我頂住建制派的 這場仗 未打不可以輸 因為香港人是不會輸的 謝謝 謝謝郭議員 也很感謝各位候選人的回答